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員郭志平 歡迎收看台灣講庭 任萬一第八次第四月期開議以來 任萬一就因為九月政爭 所變成特別無邊境 雖然馬英九總統以國民黨主席的新聞 來施壓國民黨的考季會 以拼銷統籍來做手段 啟動後他的部份區立委 郭君兵 尚失立法院長的新聞 受驚的這個影響 第二時間不只是議論紛紛 對於馬英九總統 無以改善人民生活 提進經濟來做他市政的目標 等到他建立鄉的政敵道經 來進行他自己管理的一個文庫 造成現政的政議 也有這麼多的批評 為什麼 馬英九總統的做法 是因法這個現政的政議 我們來說明如何 首先 立法院議長是由全體立法委員 依照法委一人一票所選出來 並不是由國民黨來指定 每一位立委都代表一定的名義 根據立委所選出來的立法議長 相當聽到也是受到民意的一個負負 我們可以因為喪失當局的身份 就主動喪失立法院議長的身份 國民黨的內閣 我們可以比法律更加高 再加上 我們國 目前選舉的制度 是單一選區兩票制 一票選人 一票選黨 一票選黨 本局立委 是民民民黨這個政黨的名單 所投票選出來 也代表人民的一個負負 一樣 也是有民意的一個基礎 最好 馬英九總統 在國民黨考驅會開會進行 就先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 公開選擇 也王近平議長 已經沒有失臨立法議長 除了讓人質疑 馬英九是公聯施壓考驅會以外 更加是公開踐踏憲政次序 我們要問王近平 是不是失臨立法議長 怎麼可以由國民黨主席來選擇 就算是以總統的身份來評論 這個現情的殘暑頂頭 也是真不適當的 民主現情的基本環境 就是權力分立 行政 立法 司法 三款之間 要保障責行 防止一方便的管理獨大 但是由馬英九和行政院長江一華 都發言 評論 法議 立法議的總統來看 司法上就是一種行政權 來侵犯立法權的作為 行政是受到立法議鑑讀的一個機關 行政議長對立法議總統不適當的法言 在任何先進民主的國家 都會造成下台的一個要件 還不用說是江一華議長最近對立法議長 最近對立法議長中的指指點點 台灣繼續在要兩種通締的違反實際 因為行政權獨大 習慣將立法議動作是行政議的立法局 所以行政權一定是連加於立法官至上 目前台灣已經民主化這麼多年 民主制度的運作已經上軌道 但是馬英九總統和行政議長江一華 所同樣有架起行政議長大大的威權的心態 這邊處理王經兵議長的事件上頭 公連破壞現政特殊 讓台灣努力這麼多年的民主 所以來倒退路 這才是我們所優心的現政的危機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